我没有 你个贱人 你个坏女人 孽种 你不许欺负我姐姐 不然我叫爹爹打死你 把你送到尼古安去 嫁个赖皮狗 永远都回不来 周围的人瞬间哗然 你个小兔崽子 你胡说什么 你个坏蛋 你放开我 云嘉义拼命扑他 林月抓着他脑袋一按 直接被他一口就咬在了手腕上 疼得倒吸了口冷气 你们都是坏人 我要叫我爹爹打死你们 云素燕你个贱种 坏女人 你才不是我们云家的人 你不得好死 谁教给你说这些话的 这就是你们沐安侯府的教养 嘉义不是有意的 是云素燕先伤我 她不懂事 只是护着我 我知道阿姨和我之前所做的事情 可我今日来 是真的为了赔罪 也只是想要让她回去看看祖母 祖母最疼的就是她 如今病重 也只惦记着她 我只是想要让她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可她却先伤我 我没碰你 云素燕紧抿着唇 跟哭闹不休的云淑月不一样 之前撞到的地方像是受了伤 手臂有些不自然的锤着 却只是抿唇 露出几分倔强 黑毛里委屈 却未曾落泪 这么多人看着 我从头到尾都没伤你 你以前就总用这种办法来害我 假装受伤 让父亲罚我归祠堂 一归就是一两日 可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你 每次都是你自己作戏 我没有 明明是你杀我 我身上好疼 我站不起来 既然你说我故意伤你 那就去请大夫 我不怕跟人对质 大舅舅 麻烦你去请个大夫 替云侧妃看看 她要是没受伤 我今天绝不罢休 云书月莫名 突然生出一股不安 去请大夫 不用去请了 老夫替她看看 胡太医 您怎么来了 刚才贵妇的人去了太医院 说是府上有人重病 百般恳请 老夫出诊 回大爷 事务爷听说 云老夫人重病 就让我去太医院里 请胡太医过来 好能跟表小姐一起回去 替老夫人看病 可是没想到 居然撞上四皇子府的 莫恩侯府的人在这里 云瑟妃 小人虽然不明白老夫人重病 你为何要来邻家哭闹 可要真是突然急症 也该先请了太医 替老夫人诊治才是 不知道贵妇 可有请人了 要是有的话 我就将胡太医送回去 也免得到时候 两位太医一起有所冲撞 云书月脸色一变 可是对着周围那些目光 她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吊着眼泪喊疼 这是怎么伤的 疼得这么厉害 她伤的 胡太医替她看了片刻 确实皱眉 简直胡闹 你这什么事情都没有 巧什么疼啊 不可能 她明明伤了我 我身子都动不了 胡太医皱眉 又替她仔细看了看后 甚至还伸手捏了捏她的手臂 却依旧什么毛病都没有 老夫已经检查过了 你身上无伤 怎么会动不了 不可能 你 你肯定看错了 老夫行医多年 更在太医院里任职 又岂会看不出 你这身上到底有没有事 别说你身上没有外伤 脉象平稳 就连你肚子里的孩子 也没有办点事 你想无赖伤人 也得找个好些的理由啊 你要不信老夫 大科再找别的大夫过来瞧瞧 看见到底有没有伤着